在人们心中李小龙是功夫界无法超越的传奇 光是听到他的名字就让人热血沸腾 他掀起了武术热潮 可惜的是他的一生辉煌却短暂 李小龙在32岁时不幸猝死 留给影迷无尽的遗憾 也给他的家人留下了无法抹平的伤痛 1970年初 李小龙在好莱坞的发展不顺利 决定回中国香港发展 没想到一举成名 他出演的电影《唐山大凶》 取得优异的成绩 打破了中国香港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记录 紧接着他又连续出演了《金武门》 《猛龙过江》等多部电影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他也在两年时间内 一月成为了世界级的功夫巨星 他的成功不仅让家里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也将儿子李国豪带入影视圈 由于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去片场 李国豪看到摄影棚里各种新奇有趣的东西 他还因为父亲的关系上过节目 让他爱上了在镜头前的感觉 小小年纪的他就决定长大以后要追随父亲的脚步 李国豪一边跟着父亲学习武术 一边见习演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他八岁的时候父亲李小龙突然离世 对于他来说李小龙不仅仅是父亲 更是英雄 是榜样 李小龙的离世对李国豪的打击很大 之后他开始变得叛逆 不愿遵守学校的纪律 连续被三所学校开除 长大之后的李国豪虽然如愿以偿去拍电影了 但他的电影之路如他的父亲一样 一开始并没有那么顺利 他二十岁的时候去纽约发展 一边在学校上演艺课 一边去百老会跑龙套 因为他父亲李小龙的名声在外 人们对他有很高的期望 然而他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 李国豪电影事业的转折点 跟父亲李小龙一样 也是在中国香港 1986年 中国香港导演于仁泰特意来到纽约 说服李国豪出演电影《龙在江湖》 李小龙儿子的身份让李国豪吃到红利 他凭借《龙在江湖》 被提名第六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行人 此后李国豪成为了好莱坞功夫电影中一颗燃燃生气的明星 他不满足于只是功夫明星的身份 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 他接拍了与过往风格不同的乌鸦 也是这部电影让他命丧皇权 1993年4月1日晚 李国豪在拍摄乌鸦时有一场枪战戏 那场戏应该是李国豪被演对手戏的演员 麦克尔·麦西一枪击倒 可谁也没有想到 道具枪击意外射出了真子弹 李国豪腹部中弹 失血过多身亡 他离世的时候 都是一年早逝 有人觉得这是道具师的错 开拍前没有认真检查道具的安全性 也有人认为是幕后黑手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中的阴谋可能涉及到李小龙的真正死因 李小龙当年离其死亡令无数人感到震惊 李国豪曾经公开表示 会在乌鸦上映之后公布父亲的真正死因 或许正是这个举动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 才有人蓄意制造了这场谋杀 当然这些都只是坊间传闻 一切都早已无从考证 对于李国豪的死 粉丝们感到很惋惜 但最不能接受的应该是他身边的亲人了 那天他一早就去片场 走之前他还开开心心的跟母亲琳达说 再见妈妈我爱你 这句话也是他们母子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 丈夫和儿子都一年早逝 母亲琳达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而且李国豪去世 那天距离他婚礼的日期只剩下两个星期了 一把道具枪将这一切美好都摧毁了 这对公父父子短暂苦命的人生际遇令人唏嘘 世人会缅怀他们 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关注老姨父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切的那些事